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道你还想等我先开口吗 早上好 大神 早上好 他不是应该说点什么吗 毕竟昨天都 昨天他是清醒的 他应该跟我说些什么吧 李小迪 李小迪 怎么了 卫生间打扫了吗 我要去洗澡了 打扫过了 他就只想跟我说这个 没别的表示吗 这种时候 男生不应该主动点吗 真是个木头 李小迪太不主动了 竟然还绷得住 跟我争取一下呀 我可以负责的 然后寻找我 要是吧 是吧 我的天才是怎么办 嘛 你不一定还会寻找你 你怎么会想看好 啊 你是怎么办法 你怎么办法 你就怎么办法 你怎么办法 随便 吃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说想让我陪你去买菜 我就答应你 说吧 李小弟 你可以的 好 那我就随便看着买了 比如说什么蘑菇啊 西红柿啊 说你想陪我一起去啊 这点觉悟都没有嘛 好啊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开口啊 让我陪你啊 难道你还想等我先开口啊 我不吃了 我也没什么胃口了 先去工作室了 来啦 来啦 小爹 早上好 这么早你怎么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已经成功搬到你家 对门了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好小子 来提款啊 我说呢 这两天我听见那边有动静了 想着应该是有新邻居要来 但我不知道是你 怎么样 惊喜吧 意外吧 小爹 你就再也不用住到人家家里了 我把对面买下来了 你随时可以搬过去 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 走吧走吧 我们去看看 你还不打算开口吗 都这种情况了 赶紧把刘我啊 李小爹 怎么了大神 你不能走 为什么不能走 小爹 我们不要听她了 走 那我为什么不能走呀 餐桌打扫干净 你才可以走 你自己收拾吧你 专门然 我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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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